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來到夜晚的桑普頻道 桑普論正 歡迎大家 希望大家收睇桑普頻道之餘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繼續支持本人 還有看完片 利用Patreon每月定下捐款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我們今天講一些香港新聞 因為我們都連續講幾天 中國和國際的新聞 香港新聞有幾宗新聞 希望大家都明白 先有些輕鬆的講起 有煙無花生意差 即日來回笑笑笑 不過笑那個不是李同學 是那些中國人 中國旅客 他覺得省大錢 然後嫌三嫌碎 嫌四小粉紅大鬧 東方日報和文匯報的版面 截然不同 文匯報的人說 大家開心 大家歡迎 五日環彩榮香港 煙花上顯 very good 這個是文匯報的說法 東方就不是這樣說 那誰才對呢 一個說大家不開心 一個說大家開心 那就是只有一個對 那誰才對呢 另外 那現在香港 香港不只剩下這種 批評煙花的自由呢 甚至沒有說這種批評煙花的自由 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製造不殺 或者虛假 或者誤導信息 危害國家安全呢 判處最高十年有其徒刑呢 或者說你煽惑意圖罪 說你沒有善意 你沒有善心 不是說香港好 於是會抓你 煽惑意圖 三六 是不是這樣去做事呢 那就不得而知 但是自己大家知道啦 五一黃金周開始之後呢 這個是五月一號呢 就是陰雨綿綿 一度令人憂慮呢 五一煙花會演 是否告吹的 政府在昨天 五月一號的下午四點多 決定煙花如期上演 觀眾就容許尖東海賓 看熱鬧下 去到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呢 警方已經封鎖了海旁的天橋 同時封鎖了梭士巴里道部分的路段 被遊人進入行車路 雖然沒有企滿梭士巴里道 但人潮如跡 晚上天氣挺穩定的 煙花會演場準時在八點開始 令時十分鐘那麼大巴 其實沒有公布任何預算 又不知道用了多少錢 比起徐席煙花十二分鐘 農曆年的新田煙花二十三分鐘 都要短 那是不是沒有銀用呢 就不知道了 起碼沒有那麼多銀擺出來 呂法局早前預告 其實未必的 可能更多未頂的 十分鐘可能賺大錢 不公布那個預算 洗費開支有多少 這個就是貓你所在 呂法局早前預告 這次煙花配合幻彩榮香江的 燈光多媒體會員 以金色為主條 會展示居然HK的字樣 HK 慢慢迷霧裡 遠處裡 催來浩角聲下 迷霧裡 HK慢慢慢慢 由清晰變得朦朧了 就好像 那些法例的字眼 越來越含意 越來越朦朧一樣 喜歡拉來就拉來 現場所見 十分鐘的煙花樣色幾類同 較少展示特定的圖案或字樣 只有當煙花火光四喘 才引來群眾讚美 好像螢火蟲一樣 說到尾其實都不好看 我看完 我看回有線電視播放的那段片 我覺得 嘩!有一大段 是一大堆的煙燈 即是鎖了整個船的周圍 在那地方低空地飛煙發 完全看不到燒什麼 燒銀子都沒那麼噁心 所以我就說 唉!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看 所以去到最後 大家都覺得很離譜 譬如黎智山東的馬女士說 8時05分才留意到有煙花會員 趕不及看的話 煙花看不到也沒有緊要 其實每個人都沒有注意這件事 覺得不錯 不過時間比較短 有些小紅書那裡 紛紛對煙花的表現有批評 說一個高空禮花蛋都沒有 春節市民自己放的也是這個水平 即是自己在農村放衣花 煙花小農社會DNA 一堆桿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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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放煙花的話 都是這個水平 那你香港政府做什麼呢? 有小紅書的人說 看煙花被詐騙 這一天是被詐騙 被特區政府詐騙 煽惑意圖 沒有惡意? 有惡意 沒有惡意 沒有惡意 有惡意 沒有惡意 是不是? 因人而異 慶幸沒有消費遊艇 出海看煙花 又形容煙花會員是騙遊客來消費的削測頭 那這個真是說到尾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開心 大家真是不開心 那如果不開心的話 那小粉紅不開心的話 我們要不要在乡呢? 我們做煙花 有幾樣的指標 是不是? 生意點差 那就是職日來港的人很多 很多中國的旅客 乘客高鐵來香港 在西國龍站 有來自湖南的乘客 表示 以往都是用影視作品 了解香港的港劇、港片 今次親身來到 當中的場景 計劃去尖沙咀 和維多尼亞公園 從維多尼亞港看東西 有女客表示 由小紅柱得色 今晚 即昨晚 5月1日的夜晚 維港將會上演煙花表現 已經安排相關的行程 形容是旅程的重點來的 計劃第一天到訪香港之後 就向珠海和澳門 中國旅客計劃到 尖沙咀和旺角 行程都是以拍照為主 得知晚上畫有煙花表演 將會去觀賞 認為有維港夜景 配合煙花表演 有一定的黑暗力 但覺得香港酒店 價格昂貴 高達四位數字 客人一跳 一晚成千元、千多 二千元都有 更高的都有 深圳酒店 深圳的沒有黎晶 有黎晶大賓館 價格只需要香港三分之一 有不沽 有陀地 非常好 有沒有吹消瓶 我不知道 但至少 深圳酒店價格 只需要香港三分之一 所以訂了深圳酒店 隨便有請 隨便有請 你自己回港鐵 去過關 經過羅湖也好 民感度也好 沙頭角也好 去回深圳 你隨時住得便宜一點 住完了 回來了 住完了 香港酒店 倒閉了 所以我便說 江東美 你在中國經濟沉淪的時候 香港便要黏著去 還不知死 遲些我們說到 香港被一大堆的 即是一大堆的企業 被美國制裁 那你便攬炒 現在攬炒香港 OK 所以這是相當嚴峻的局面 好了 這件事發生之後 更加嚴峻的出現 有調查顯示 即是有一個叫 香港中小營企業聯合會 和騰龍青田商會 發佈香港中小企營商狀況調查 近七成的中小企業生意額 比疫情前同期下跌 即是4% 4% 不是4% 是4% 4% 表示有上升 有出席的食肆老闆 說周末晚市生意大跌 只有5成 坊間流傳的結業潮 有出席的食肆老闆 認為屬於正常和重複的變化 就是正常的企業 重複地變異 可能一星期 兩個星期後 那個舖已經租了出去 香港中小營企業聯合會 和騰龍青田商會 就在今年4月內訪問了 有568間中小企 包括零售飲食、旅遊、教育培訓 和服務等超過15個行業 調查顯示 近七成 即是69.9%的中小企業 生意額較疫情前同期下跌 只有4.4%的商戶 表示生意額有所增長 即是陰共 絕大部分的是生意難做 更難做 兩個協會 他也邀請了食肆老闆出席發佈會 位於尖沙咀旅遊區的龍桃角海鮮飯店 他的老闆任志強表示 今個月的生意額較上個月少20% 即是少四分之一 而應該要爆牆的週五、週六晚上的入座率只有五成 形容你想一下情況多麼惡劣 一佳之隔的罪亨軒海鮮火鍋 老闆蘇偉倫也說 星期六日人的入座率 由五成跌到不足一成 十張桌一張都沒有錯滿 是不是很慘 去年11月開張的世華茶餐廳 老闆何世傑對未來感到樂觀 這個我還沒光顺過 不知道是甚麼世華茶餐廳 他說餐廳定位較民生 早午市的時段較為忙碌 但晚餐和週末確實是挺靜的 他說現時以不同方式提升生意額 例如在小紅書、TikTok、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投放廣告 並自稱創全中國全世界第一款的 黃金流沙精肉餅的菜式 希望成為香港茶企的代表作 聽起來就知道他是紅粉就是藍絲 港人北上情況持續 蘇格倫承認對晚市的影響比較大 因此今年2月將其中一個廚房 改建成為點心廚房 並且拼車更多員工 加開五時 因為唯一的方法就是由我們去做改變 何世傑就說北上消費並非辭於今日 認為要吸引更多世界各地遊客房 可能香港員工要微笑 開心點面向顧客 沒有客人來微笑過屁嗎 他又說部分食材未必能夠進口中國 本港需要維持以特色服務和質素招來顧客 我們要找自己的定位角色要轉變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爛而上 這就是在這裏打個封 對於近日大熱的倒閉關注組 何世傑說一間商鋪結業的時候 另一間就會再開回 借一計借一計名 我想這件事是不會不停不停地重複的 認為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蘇維倫就說 其實有很多新的餐廳 正如何生茶餐廳 都是今年正式開張 認為放大結業的現象 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之後 這麼好已經租出去了 那你慢慢等了 我就看下 倒下你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是不是真的租出去了 最低工資水平將會增加 不過三位老闆都說不受影響 我們做飲食的 肯定要遠遠超過最低工資的數目 我想這件事是另一件事 那我就說 今時今日 香港做茶餐廳 做餐廳即是殺案 在台北 我不要講台灣其他地方 我就是講一個最繁華 最多人的台北市 市中心 開一間食市 你租同樣的地方 請回同樣的人 你大概香港的成本幾多 我不講實數給大家聽 這些商業秘密 十分一都沒有 十分一都沒有 即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 放兩年錢 虧兩年錢 就差不多 你在香港裡 虧一個半月錢 即是你在香港燒一個半月錢 就等於在這裡燒兩年前 你說台灣都已經這樣了 你來到加拿大英國的 看哪個地方 當然他們的電費很貴 但是租金 看你租哪個地方 人工是很貴的 所以那個成本要增加 所以說台灣呢 是很吸引香港人來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大家要做生意的話 不要軟那麼多 台灣的成本 是講真 是比香港 十分一都沒有 那麼你想一下 是什麼情況 但是呢 台灣 日本 我四月去日本 即今個月去日本 市道相當好 我今年年初去美國西岸 生意非常好 台灣的生意非常好 和你看到中國和香港的景象 我看回那些影片 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 OK 好了 接著我們講一些 換個話題 講一些司法案件 第一件案件是講了Tommy 軟民案 江手軟民案 早前因為涉嫌煽動和洗黑錢罪 判囚26個月 煽動、洗黑錢 兩件事 搭上去判了26個月 即是兩年兩個月 並在去年的9月出獄 就在昨天 就是5月1號 他在社交平台宣佈 已經舉家離開香港 去到英國生活了 直言有生之年都可能不會 也不能再回來香港 他又說出獄前 曾經有國安人員問他 是否有意到內地中國發展 呼籲他氣暗透明 去到出獄之後 也不時有國安人員 以不同形式查詢近況 並且不停努力遊說他便捷 他表示出獄後恐懼未有離開他 也確診、焦慮症和創傷壓力症 就是PTSD 最終在23條立法當晚決定要移居 他沒有辦法頂 就是3、2、3決定移居 而早前也已經安抵英國 Channel C 正就鐵文中有關國安人員行動的內容 向警方查詢 宇文安昨晚在社交平台發文 表示希望在5月1日公佈消息 又說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 都不會不能再回到一個最愛 但亦一日一日崩壞的香港 他表示自己在23條落實當晚 3、2、3當晚下定決心要離開香港 以及談到他出獄前一日和出獄後的經歷 據宇文安在天文中這樣說 是出獄前一日的下午 即9月28日 很記得這個日子 9月28日 到時候會紀念這個很重要的日子 即是雨傘運動、雨傘革命十周年 OK 亦在他出獄前的下午9月28日 有國安人員前來探訪 他說自己當時全身 從來未試過這麼發抖、這麼震 由監房工作地點走上去 國安探訪室短短十分鐘的路程 成為了我人生最折騰的十分鐘 他說國安人員當時又問Tommy 你想不想回大陸發展? 鐵文中就說 國安人員表明可以安排或與阮文安一同前往 又說他一直從事娛樂工作 只不過19年太囂 聲稱可以給個價錢 又呼籲他不要跟錢鬥氣 有錢洗得鬼推磨 只要你肯變節多多錢都給你 阮文安說自己當時未有同意 但出獄後仍不時有國安人員找他查詢近況 每個星期國安都會打給我 Whatsapp我約我見面 他又指情況如同拍戲 找一架密封的七人車折我 然後不停努力地遊說我便節 他坦然恐懼一直沒有離開他 憂慮由七人車送入監房 直言自己和家人都再經受不起這種折磨 阮文安又透露 離開監獄後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看笑片都會流眼淚 不時會發惡夢 每次門鐘響的時候 都覺得是國安準備帶走他 他表示經醫生診斷之後 自己確診焦慮症和創傷壓力症 他表示在心態上自己很想繼續流港 但是在受到萬般阻撓 無日無夜的分化和批鬥 加上23條加快落實 最後決定離開生活了44年的香港 至於杜捕學的生活 他說這種免於恐懼的自由 很久沒有感受過了 又說現時扶上了送兒子上學 這個少了兩年的責任 又說之後會努力在英國繼續用作品 去做自己一直堅持和相信的事 於文安被指在網上發表仇警的言論 我稱為一名暴動少女賣曲奇籌款 涉及煽動和洗黑錢兩條罪 即欲家之罪何患無恥 在前年的2月被捕和還押 去到去年的8月他承認 煽動及洗黑錢控罪最終被判囚 26個月但因為判囚前 他已經被還押一段時間 但他最終在去年的9月29日刑滿出獄 即是他拍正的時間 可能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首先要祝福他 第二件事 無論是阮民安 和你聽過傑斯的故事 我在這個頻道講過 傑斯也是他自己的頻道講過 怎樣在監獄內 他未出獄之前 國安去遊說他 出獄之後 香港國安做黑面 中國國安做白面 怎樣遊說他 你有沒有聽過周庭的故事 即是怎樣在獄中 在出獄之後 獄中沒有的 出獄之後 一段長時間監視他之後 就開始碎他 深圳一日遊 甚至給他的甜頭 出去讀書 同時不斷遊說他 來變成能夠做善人 能夠監控海外人士 都會遊 所以什麼人都會遊 我就說去到這樣的情況 第一 你這麼做這些故事 他們這麼清心直說 也都很多人都會同情他們的遭遇 但事不免當地的國安也都會懷疑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 現在脫離了跟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黨的國安 是不是繼續找你 而你有回答應機的呢 這件事也很值得去探討 傑斯 即是清心直說的故事 我就不再講了 不再引順 不再加油添草 但你看到 現在無論是阮民安、傑斯 還有這個 大家知道周庭 都面對一樣的情況 換言之以後 這些所謂的名人 甚至沒有非名人的手足 分分鐘都被 國安去獄中、獄外 不斷施壓這樣做 這件事呢 使得他們的憂鬱症 PTSD加重 使得他們更加提心跳膽 他們要接受更長期的心理輔導 第二呢 使得很多香港人呢 你說完就使得更加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這件事的話 會加劇大家的離心離得 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不要中這個計 OK 第三件事 當地的政府 去批准你去居留 五加一永居 或者是這個 成為國民 甚至是asylum 或者等等的事的時候 一定將這些事 打破沙盆 民道獨 OK 所以這件事 增加到大家的壓力 以及他們甚至不會 很避忌 這些香港出來的人 不只是這些 開了名 說過的人 那些沒有說過 這個故事的人 是不是同樣 受到國安的折磨呢 這個就是國安的目的 希望使得 所在國 和這些人 離心離得 在香港人 無論境內境外的 香港內香港外的 和這些人 保持距離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目的 OK 所以我們呢 基本上就是 怎麼樣呢 希望大家 給多些鼓勵 給這幫人 能夠使他們 在不同的地方 安居樂業 我們都不會主動 去聯絡這幫人 但我希望 他們能夠 清清楚楚知道 只要他是繼續 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 傳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行 繼續這樣 懷著信念 懷著希望 用愛來奮鬥 對家人的愛 對女兒的愛 對全世界的一種關懷 我想這件事 會堅持下去 無望香港 拒絕遺忘 做日常生活的抵抗 而且都和其他 一起共同奮鬥的人 一起結成 受苦共同體 這些是我們能夠做的事 也希望這個地方 能夠堅持 祝福Tommy 祝福阮民安 除了阮民安之外 亦有一宗相對不幸的消息 就是被人封戶口 這宗事就涉及了 朱剛偉和趙柱邦 趙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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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朱剛偉 兩個人被恆生銀行 注銷戶口 裡面就是說 現通知你 本行 將不能 繼續為你提供 銀行服務 這個說法是如何發生呢 前區議員 朱剛偉和趙柱邦 先後被恆生銀行 注銷戶口 趙柱邦 就在5月1日在Facebook上載一封 由恆生銀行發出的信件 只考慮多項因素之後 決定註銷他的帳戶 趙柱邦 就在跳文質問 是否留在香港 真是預作被人搞 另外 朱剛偉就向光傳媒證實 今年3月收到恆生通知 要註銷他的戶口 光傳媒就事件向恆生銀行查詢 正等後回覆 前郵尖區議員 郵尖網區議員 網購平台余一 創辦人朱剛偉 趙光傳媒證實 今年3月中旬 收到恆生銀行信件 和電話通知 要註銷他的銀行帳戶 並要求上月10日 完成相關程序 他引述銀行職員當時說 在公司上決定 事後他發現身邊有不少 同樣被註銷戶口的個案 又說匯豐、恆生 這兩間是最多的 朱剛偉說 他在恆生的戶口 由97年開戶至今 也是他唯一的銀行戶口 存款、信用卡、買樓 全部都用這個戶口 他自然對恆生的戶口充滿感情 專一單調 也不是會多線投資的人 不過很傻 現在不是講歸屬這樣的年代 他形容戶口被註銷時 很追喪 慘過沒有Password 又認為事件可以反映 香港到底是否國際金融中心 儘管政見不同 但政府都沒有趕我出去 開戶口都是基本權利 到底香港還是否歡迎資金 香港還是否金融中心 問題都多餘了 即是我們不會揣著明白 把裝糊塗拿傻扮謀 但我只是說 他這種憤慨 我們完全是get到 和能夠同情、理解和尊重 而且我們都心有同感 朱剛偉說 留下過得辛苦 但沒有想過離開 我只會做 想做這些照顧弱勢的事 我會繼續留在香港 另外 前沙田區議員趙柱幫 就在5月1日和Facebook 上載一番封由恒生銀行發出的信件 信件顯示 上個月22日發出 內容碼 包括根據最近的更新客戶進職審查 Due Diligence 和帳戶活動資料的檢討結果 本行將不能為你提供銀行服務 上總要求 趙柱幫在本月22日前 完成相關程序 否則銀行會 代為保管他名下所有戶口的資金 即是說 今天你要註銷戶口了 你的錢拿走 他不是充公你的資產 但是註銷你的戶口 你的錢拿走 否則 我就會代管custody custody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 你拿不回來 你要拿就很麻煩 即是說 快點拿錢走 本行不幫你做生意 過煮 意思就是這樣 趙柱幫在鐵文說 收到信件之後 曾經致電銀行的客戶服務熱線 但對方只是像錄音機 那樣重複信中的內容 趙柱幫問到 是否有上訴途徑 對方只是說 沒辦法推翻決定 請你在5月22日前 將相關戶口處理 然後就會註銷 趙柱幫說 戶口被註銷難免影響生活 但最離譜的是 銀行未有交諾原因 他又質問 是否留在香港 真是預料被搞 有懷疑就被拘捕 調查中就被解戶 調消專業牌照資格 屬高風險人士 而買不到保險 各種社會標籤和消費壓力 他又提醒 大家都注意一下自己的錢 拜的地方 究竟安不安全 去年10月 朱光偉涉嫌未經註冊 推銷強制金計劃被捕 警方經調查後再拘捕另外4個人 涉及串謀欺詐及欺詐罪 包括趙柱幫和深水埗前區議員楊毓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說只涉及這些所謂 未經註冊推銷強制金計劃 這叫做欲家之罪何惠無辭 基本上這些事情 它是政治的理由 去將一些不是一線 甚至二、三線的政治人物 將它這樣打壓 本來自共產黨對於民主派 本土派 甚至無理什麼派什麼派 只要你不是建制派的人 都要全部整式 今時今日可以說 整式政治人物 第二天可以整式其他人 就像共產黨開始的時候 鬥地主 然後鬥富龍 OK 然後反革命 然後壞分子 右派 逐個逐個圈你 圈完公務員 就圈這個商人 資本家 再圈這個知識分子 再圈農民 全世界哪個人 未被它標籤過 鬥爭過 分化過 一定會這樣做下去的 所以香港的地方 各位 請你們將你們的錢 絕大部分 可以在離岸裡開戶口 就算你們不移民的 都要保障自己的錢 也不需要聽我說的 你自己用腦子想一想 是不是等它充公 我不是 我中黨愛國的 我不說話的 共產黨不會理我的 各位 49年之後的中國人 五萬萬 這個中國同胞 都是呢 是這樣的情況的 是不是 最後 三反五反 三面紅旗 大躍進 餓死多少人 大連鋼 他們有害共產黨嗎 他們有得罪共產黨嗎 共產黨不是在於你 是否得罪它 是在於它看不上你就要剷除你 它看得順利 都會剷除你 總之要將你全部變質為它一樣 它不志在你的生命身體 自由 名譽財產 所有的人性尊嚴在所不顧 看歷史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楚 那麼希望朱光偉和趙柱邦 平安 這個是我們的祝福 另外方面 這個打壓 政治也好 或者是繼續這樣打壓也好 也都會繼續有來的 那麼你說 這次沒有充公它的財產 已經算萬行 沒有凍結它的戶口 算萬行 它給它註銷的時間 給它拿走些錢 是不是 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信用卡扣數 那些水電費單扣數 就出現了問題了 那麼這個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搞麻煩事情了 頂多是這樣 但起碼不是死症先 起碼不是一種 是你對人身自由的剝奪 那麼至於說 他們本身 這個情況 這個案件要怎麼審下去呢 那麼就看下去了 OK 那麼因為拘捕了人 那麼也都未告 那麼是等於他可以出境呢 沒有人知道 但肯定就是說 在香港這個險地 是很難做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希望大家 就是所有的人 是以此為界 不要以為這個 這只是涉及到 哎 只是這幾個人的事 不是 這幾個人面對的問題 將會是很多香港人 會面對的問題 他喜歡隨時 選哪個人去挑戰 就選哪個人挑戰 OK 那麼當然了 就是香港政府 絕對是手起刀落的了 OK 譬如李渣昭 今天探訪這個垃圾房 清潔工 今天升到日報說 為調整垃圾徵費政策鋪電 相信不至於完全確知的 就是還要死不悔改 是吧 是否徵收你三元變兩元 就叫做人證 德證 聽取民意呢 荒謬 白癡 無恥 但是我就說這個政府 不斷問環保阻礁 去助索遺約 其實最離譜的就是這幫人 你看看香港已經逐步被人制裁 美國財政部在昨天5月1日宣布西倫的制裁行動 那麼這個制裁行動 涉及到什麼呢 涉及到呢 涉及到對於香港 其實不只香港 公司終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那麼中國駐美大使館 發言人表示 堅決反對美國實施非法的單方面制裁 大家知道這個呢 就是盡力這樣對付到香港的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由2022年4月1日起 至少向俄羅斯出售價值超過2.1億美金 置入大約16億港幣的電子產品 其實就是半導體 其實就是晶片 這間就是位於灣仔新軒尼斯大廈的16樓 那麼它是做零件和紙組件 那麼為軍事和航空航天等多個行業的企業提供服務 那麼你看看有多少這樣的問題 那麼大家知道這間公司就是香港的公司 那麼另一間被制裁 位於香港的龍逃國際控股一間公司 是採購中介 這間公司自稱是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的終端用家 但實際轉售了系統的電子版 那麼電子版最終被俄羅斯軍隊安裝 在攻擊烏克蘭目標的單向攻擊無人機上面 那麼很明顯 這個就是一轉兩轉三轉 最多賣給普京打烏克蘭 那麼根據財政部的資料顯示 龍逃國際公司的地址 位於灣仔湯神商業大廈9樓B室的 另外一間就是香港的超達科技有限公司 Finder Technology Limited 被出售了293批電子集成電路 即是一些IC circuit 給俄羅斯 包括應用於無人機的電子集成電路 而香港行邦微電子有限公司 和深時空電子有限公司分別 就是俄羅斯出口了數百批外國原產的微電子產品 而中船聯海運有限公司 亦被指參與了俄羅斯北極液化天然氣2號 Arctic LNG-2的計劃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和俄羅斯過重生物 所謂何事一定涉及到 即是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企業的操控 以及利用這些白手套暗中支持俄羅斯 這個地方是鋪電一個地方 美國如何反制中國 可能是出口管制、關稅 甚至最重炮的就是金融戰 就是Swift 停止中國銀行去使用美金 這件事的話是非常重炮 但是我們看回拜登會有些什麼的 擠牙膏式的制裁 但是肯定香港這些東西會波及 因為鐵膜就在東海、台海、南海、賴海 香港被掃入鐵膜之內 很難有運行 這個是怎樣強烈牽責、捐獄反對都沒有用 事實上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美國現在在攬炒中國和香港 希望大家要注意這些新的消息 我們希望大家都平安 我們希望宇文安平安 希望朱剛偉和趙柱邦都平安 希望大家繼續養足好自己的精神和身體 然後好好這樣去養活自己 養好家庭、服務社會 說真話 行公義好年文 傳謙卑的身 心與上帝同行 亦希望大家保持信念 希望愛繼續這樣發光發熱 此生不枉過 我們下一節再見 我們下一節再見